听我们的那首歌 翻开我的歌谣联络簿 来自屏洞的张秀卿 为了歌唱的梦想 离乡北京一个人到台北工作 1993年推出的《恰赞》 唱的就是这样子的心情 不但引起广大乐迷的回响 这首歌也成了张秀卿的经典代表作 同时他更以掐赞这首歌曲 获得了第六届金曲奖 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 在华语市场当中 像这类描写离别送别的歌曲不少 今天我的歌谣联络簿 就要为您介绍几首 大家所熟悉的作品 1981年知名作曲人 秋晨组成了秋秋合唱团 娃娃金智娟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发掘的 并且在1982年以《就在今夜》这首歌曲 一鸣惊人 其实当年唱片公司并不看好金智娟的唱功 甚至还找来了林慧萍跟苏瑞 试唱《就在今夜》这首歌 但是在秋晨的坚持之下 金智娟担任乐团的主唱 让秋秋合唱团走出校园名歌的框架 为台湾的摇滚音乐 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提到张学友最经典的作品 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几乎都是吻别 这首歌在1993年一推出之后 就在台湾大卖了136万张 创下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 最高的唱片销售记录 也让张学友的热潮 从香港席卷到台湾 以及所有的华人地区 从这个时候开始 也让张学友有了歌神的称号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要讽刺笑我不能拒绝 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 我低心等着迎接上悲 琪琪跟王祖贤的恋情 曾经轰动港台两地 不过由于王祖贤 长时间都在香港拍戏 因此跟琪琪两个人 总是聚少虑多 琪琪在1987年 所发行的冬雨专辑当中的 一首《大约在冬季》 其实写的就是 他们相隔两地的心情 琪琪曾经说过 在创作这首歌的当下 王祖贤就在旁边睡午觉 像这两个人之间的状况 琪琪只花了15分钟 就把歌给写完了 没想到这首《大约在冬季》 在中港台三地大红大紫 也成为琪琪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没有你的日子里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没有我的岁月里 你要包装你自己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 不是在此时 不知在何时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不是在此时 不知在何时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张正月音乐生涯的前两张专辑 其实乐迷的回响并不多 但是在1998年 他却以一首《爱得出体验》 红遍整个华语乐坛 张正月自己说过 在这张专辑之前 其实他生活很拮据 甚至每天只吃一顿饭 而《爱得出体验》 这首歌刚完成的时候 唱片公司里甚至还分成两派 有的人觉得这首歌在市场上 可能会找不到适合的定位 听起来怪怪的 但是也有人觉得 《爱得出体验》是很大的突破 没想到在推出之后 大受欢迎 也开始让张正月尝到了走红的滋味 更多怀念精彩作品 请锁定华氏 每周六晚上八点 我们的那首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